林小姐跟友人進入酒吧 才剛坐下 餐都沒點 服務生一張切結書先遞上來 寫這個嗎 對 每個人寫的東西 那是現象比較敏感 進酒吧得先填切結書 這情況讓林小姐有點錯愕 不開始要洗 其實我們實施滿久 當下我就是真的有傻眼 然後我跟我朋友就互看 然後兩個人就切切似於頭 就說為什麼來酒吧要簽切結書 細看這張肺炎疫情切結書 前言先強調如果有居家隔離 檢疫或自主管理的情況 因為個人疏失導致疫情擴大 造成店家無法營業 必須要全額賠償 底下才開始填寫症狀出國接觸史 洋洋灑灑一大堆題目 最後還得簽名留電話 連身分證個資都得填 酒吧瞬間變疫調所 讓林小姐覺得壓力有點大 情緒有點緊繃 然後在簽的時候那個 白天堆也是站在你面前看這樣子 就是好像你要去做什麼手術一樣 實際回到台南這間酒吧 發現工作人員在代位前 就會先提醒顧客有切結書要簽 其實我們所有的酒吧 現在都有在連署 就是做實名制的登記 題目又多又細 整張A4滿滿滿 但沒田就不能消費 大部分的民眾都願意配合 我覺得可以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樣有保障到 其他客人的權益 那也保障商家的權益 台南酒吧合作 聯合要求簽署切結書 自己做疫調自保求生存 但律師認為這張切結書 規範賠償內容寫得不夠詳細 若業者真的因為疫情被停業 能發揮的效力恐怕有限 接下來觀賞李穩志 蘭志一家錦成台中台南採訪報導